第191章 驻守 乌通立在寻思官城上 拿着酒囊喝了一口酒 风很大 把他的脸吹得有些干 如今已是10月25 天气说变就变 突然就冷了下来 这官城上的日子 选得有些苦寒 换作往年 乌通已回了军联州城去住 但今年不行 今年猛军会打来 四天前 他已经看到了狼烟 因此 他也召集了债兵过来 如今官城里已有300余人 只不知猛军何时到 乌通忽然想起 前几日过去的那庆福县位李侠 莫名其妙 非要到五尺道上走一走 活受罪 也不知为了什么 如今猛军过境 怕是已经死了 乌通有些遗憾 他并不喜欢李侠 觉得对方太深沉 酒不爱喝 话不爱说 让人摸不透 但是要做生意 个人观感不重要 能合作才重要 可惜了 当然 这事还不确定 他已派了探子到南边探路 等探子回来才能知道 突然 前方有债兵跑来 到了官城下大喊道 巡捷 李仙为他们回来了 乌通 一愣 李兄弟好本事 真是好本事 竟能拿到这么多手机 在看到李侠带回来的手机 和搅和物之后 乌通爽朗的笑声 又在官城内响起 李侠说了 前因后果 又请他派人帮忙治疗伤员 末了问道 我与乌兄单独谈几句 可好 好啊 乌通应得 也干脆 引着李侠进了一间偏堂 嘴里还感慨 不停 重复着之前的话 没想到 没想到 李兄弟是个本事人 竟能拿到这么多手机 卖给乌兄如何 乌通眯了眯眼 脸上很快泛起笑意 道 李兄弟话 虽不多 做事 却很爽快啊 李侠道 我知道乌兄想买 本可以等你先开口 但往后还要合作 不必这般互相算计 哈哈哈哈 乌通似乎还没捋好要说的话 又大笑了 一会 沉吟着 问道 李兄弟想如何卖 盔甲 武器 站马 我要留下 手机留十个 其余五十五个 卖给乌兄 包括那百夫长 包括那百夫长 乌通夺了几步 道 普通盟族 二十罐一个 百夫长两百罐 如何 李侠道 一共两千罐 乌通有些犹豫 下意识想要端酒碗 才想起来 还没白酒 取了腰间的酒囊 喝了一口 也好 李兄弟是干脆 人 哥哥也不婆婆妈妈了 就这个价 这事 便简简单单定了下来 对李侠而言 手下许多寻将手 都是白牙 加上是异地作战 手机交上去 也报不了功 他自己不求马上升官 倒不如卖了 至于卖了三十多罐一个 只给手下人 赏钱五罐到十罐 这事 不是这么算的 他还要给抚恤 何况是发想也好 天智军备 也好 这钱他 并非花在自己身上 乌通急干脆 谈完之后 静止又问道 手机哥哥 派人去焉 钱如何给 金银 钱币 晦气 李兄弟要哪个 哥哥立即派人去取来 李侠倒没想到 他这方面如此爽快 反问道 马上就能拿 一手交钱 哥哥做生意 就讲一个性子 李侠沉硬片刻 忽问道 胡兄打过仗吗 乌通故意一瞪眼 杨木 接着又笑 道 那当然打过 哥哥少年时 也带着族人争过山头 这才渐渐当了这巡检 与猛军打过仗吗 蜀男哪有肾仗打 猛军打到蜀男 这还是第一遭 你我兄弟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李侠沉默片刻 这才开始说起来 那两千罐当中多少要 现钱 多少要经营 次日 钱便送到 李侠犒赏了麾下 又让恐慕西领人 把尸体与重伤员 带回庆福县 分别安葬 治疗 并把阵亡者的抚恤 一同带回发放 这时 乌通才明白李侠的意思 看李兄弟这意思 莫不是要留下来 帮哥哥守关不成 是 李侠道 想看看乌兄大展神威 哪怕能摇旗呐喊也好 乌通办事玩笑办事 认真道 可李兄弟 你这一百号人 住在我这关城 吃我的粮草 可是要另算钱的 寻思关城西南方向 七十余里 有一山名为牛寨山 山上有一寨名为牛寨 一具尸体在空中晃晃荡荡 搬尸体的两个猛兵 随手一抛 将他抛落悬崖 名叫保利德的猛军百夫长 向他们看了一眼 走进牛寨 将军 阿树正在吃野猪肉 那肉烤得不熟 还带着血水 他也不以为意 追上了 保利德道 没 那些宋人太能跑 让他们跑进寻思关城了 阿树大怒 将手里的骨头猛制在地上 骂道 这还能让人跑了 马儿是白带的 这破路 马儿又跑不起来 保利德硬道 一边挠着头 捏住一只狮子 啪的一声 捏死 阿树火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把剩下的野猪肉 往保利德怀里一抛 道 跟我来 很快 他领着几个 百夫长到了山顶眺望 牛寨不算高 但从这里 也能眺望到远处的关城 那山叫什么 横子山 阿树点点头 道 关城家在横子山中间 要过去必须打下来 嘿 保利德捧着 野猪肉咬着 道 石门关都打下来了 这又小又破的关城好打 先把附近的寨子都拔了 免得被宋人埋伏 阿树说着 随手就指 道 马口岩先拔 那地方怕有落石 那座东山上的寨子铲了 宋军探子 能在那看到我们行径 这么麻烦 这次会不会太小心了 独克已经死了 阿树道 从大理到乌门部再进川 每次死过一个百夫长 打起精神来 是 花 两三天 把这些土老蛮都给我清了 再攀上横子山 跳进这小破关城 这次 这些宋兵一个活口都不留 保利德手里的骨头一抛 大声道 明白了 阿树催了一口 又道 告诉将士们都忍一忍 马上就能出这破路了 到时就是我们蒙古骑兵的天下 想杀哪杀哪 哈哈 诸将大笑 信心满满 第192章 前十二月 寻思关城 李霞抹了爹打药 稍稍活动了扭伤的脚 感到有些惊异 前世扭伤也是常有的事 练就了一手按摩脚踝的好手法 今生本来只给高明月试过一次 最近自己也摔伤了 愈发深刻地体会到 年轻就是好 恢复得很快 当然 受伤总是麻烦的 不受伤最好 处置好伤口 他支着拐杖 向城楼走去 乌通又坐在堂上喝酒 终于稍微有了些作战的样子 拿着几个酒杯 倒扣在岸上 似在思考着房市 李兄弟又来了 来 喝一中 临战 不喝了 怕肾 哥哥知道 你酒量不错 乌通道 你我兄弟做事有分寸 小卓几杯 不大醉 不碍事的 听说乌兄 把手机送去报公了 可有向常明军求援 有 哥哥在 为何要求援 乌通诧一道 军联乃鸡弥粒 轻易让官军入境 岂不怕惹出麻烦来 他抬手虚暗了两下 感慨道 李兄弟 都说你过于慎重了 猛军而已 又非天兵天将 可至于每日这般紧绷 乌兄从未与猛军交手过 有信心 这是穿颠之地 是打山战 是哥哥最擅长的打法 猛军哪会打山战 乌通说着 年贝尔孝 显得有些文雅 又道 军不见蜀江北面 大宋以山城堡垒防御 猛军寸步难尽 对了 猛军不仅不会打山战 还不会打水战 今遭必将败北 李侠道 不可一概论 江北猛军不会打山战 并不代表阿淑这一千人 不会 乔李兄弟这话说的 蒙人不善爬山 众所周知 蒙人那么多 不至于连一千名善爬山的 都挑不出来 忽必烈与乌梁河台 加工龙手观事 连沧山都能翻 那看来沧山也不难爬 乌通大笑 李兄弟啊 你非要说北边 大汉比穿点土著会爬山 未免太可笑了 李侠正色道 这是表明 猛军对待战争的态度 他们非常认真 我亦如此 乌通笑道 非常认真 阿树已经把牛债 东山债等地都拔了 那些山矮 被拔了 不稀奇 哥哥早便让阿宝翁住房市 他只当耳旁风 往丢了性命 但哥哥这官城不同 坚固险峻 猛军攻不下的 李侠道 从石门关 沿途 比牛债山 横子山高的山并非没有 阿树一落而来 毫发无伤 乌通道 那是因为猛军装备远胜难瞒 哥哥 这里不同 猛军之中 也有俘虏的乌蒙不仁 善于攀缘 李兄弟 乌通已不悦 加重语气 换了一声 平日酒不肯喝 话 不肯多说 反倒是对这战事 格外伤心 伸手交老手 打仗不成 他说着 却很快又笑起来 生一人的和气模样 说好了 留下是给哥哥摇起呐喊 怎指挥起来了 哥哥年长 你两番不止 酒精战阵 岂不会打仗 李侠直视着乌通的眼 问道 乌兄真不怕败了 哈哈 不会败 乌通摆手 又道 来 哥哥告诉你 这仗该如何打 他 指了指按上一个酒杯 道 你上次说 在这马口岩设服 不行 若要驻军 在山上 虚建成 驻堡垒 背上石木 粮草等资重 如鱼界当年所谓 牛寨一丢 猛军能看到马口岩 则马口岩上万不敢轻易设服 为何呢 这山上多数 多竹 为等你 背好石木 猛军已赶来纵火 扶兵便完了 要打 最好的办法 便是守着这关城 猛军过不来 而关城内有粮 不必封餐露宿 不须半月 猛军粮草用尽 军心动摇 进退无措 或等张都统 几百乌梁和台 届时 哥哥再出兵 可一帐胜 李侠道 但乌兄仅有三百余人 那又如何 乌通道 地形险 官城间 只需粮草 见识充足 便是 数十人也能拒数万雄兵 何况哥哥麾下 皆是善舍 善山帝之勇士 若阿树攀上横子山 前阅观城 横子山险峻 山上又有寨子 早被了石墓 看猛军敢不敢 乌通话到这里 见得一起来 指了指自己 道 知 李兄弟心里看不起哥哥 此番便让你看看 哥哥是会打仗的 且打得举重若轻 怎说来着 谈笑间 强鲁灰飞烟灭 是这么说吧 李侠与乌通聊完之后 还是派了一名手下 去找常宁军请员 他说不出 该如何反驳乌通 但他从北面情报中 看过阿树请公的战报 其人 不仅参与了平灭大理之战 还接连扫荡了云贵川等地 李侠始终觉得 阿树会派人攀上 横子山 可是他一个庆府县位 暂时还管不到 军连州 事业 一轮峨眉残月 悬于高空 天色很暗 八音穿过山林 抬头看了看 停下脚步 走在后面的保利德低声 问道 攀不上去 八音道 太黑了 看不清路 让图老蛮先攀 锤跟绳子下来 保利德道 你们几个 带图老蛮去 是 来得及吧 有人问道 来得及 八音笑道 等陀山上的 寨子起火 宋军会以为 我们今夜拔陀山寨 猜不到 我们已经连横子寨也拔了 还跃入关城了 是吧 百夫长 保利德笑了笑 道 等把关城门打开 肯定还不到 五更天 过了一会 上面有人轻声道 有寨兵守着 保利德道 末日根 你去给他一箭 好 八音道 天这么黑 要是没射死 惊动了寨兵就 一箭就射死 末日根道 保利德道 他要是能喊出来 我抽你三十鞭子 看好了 末日根 轻手轻脚 往上爬了一会 拉着弓 抬起头 眯着眼看去 嗖 一箭向上击射 同时 一个人影 摔落在树林里 有盟族过去 迅速踩灭了火把 关城城头上 名叫波动哈的寨兵 搓着手 用苗鱼与铜半刀 这几天突然就冷下来了 以前能有酒喝 现在还得守城 波动哈 忽然一指 道 那是什么 驼山寨起火了 你快去告诉头领 好吧 波动哈搓了搓手 转身去找乌通 他才走了没几步 呼听扑的一声响 转头一看 方才还在说话的同伴 脖子里透着一根箭矢 已然气绝了 还来不及喊 波动哈 似乎隐隐听到了 夜风里传来的 咯咯细响 作为常年在山林间 打猎的老猎户 他太熟悉这声音了 有人在拉弓 刹那间 波动哈一扑 扑 他肩上中了一箭 那 迪西 一声凄厉的喊叫 划破夜空 同时 已有盟族跃进了关城 第193章守门 阿树 这次带了一个千人队的探马赤君 不算满园 九百多盟族 另还有大理杂兵 以及俘虏来的土老蛮 共计一千五百余人 他马匹多 因此 资虫代德也足 在牛寨上扎下营 粮草 还能撑半个多月 面对着小小的寻思关城 制作工程器械强攻 当然也可以 但没有必要 因为他是乌梁和阿树 最善迂回包抄 前师而阅 南征以来 他的战报上 最常用的一个字是 柔 柔大理 柔白蛮 柔乌蛮 战无不胜 功务不克 事业 阿树派百夫长海日古宫陀山寨 已吸引 送军 同时派百夫长保利德 前上横子山 月入寻思关城 他则轻率千余人 连夜出兵 准备破关 四更天 陀山寨大火起 阿树行之半路 望见火光 夜风吹来 也把关城上的厮杀声 远远吹到他耳边 时间正好 计划顺利 只等保利德打开城门了 成了 名叫吉达的百夫长大喜 从赶马到阿树身边 到 看来保利德已经跃进城了 城门马上要开了 阿树咧嘴一笑 他部署战略时很冷静 此时却显得很狂躁 杀光他们 初无迟到 杀 猛军进居愉快 寻思关城 渐渐出现在眼前 厮杀还在想 城门却还没打开 吉达乐性僵声 执着弓 准备厮杀 又笑骂了一声 保利德 这是杀上瘾了 先开门啊 翠 这夜 李霞是披着假睡的 半夜 呼听一声淒厉的惨叫 他迅速惊醒 一蹶一拐地向城门走去 出了屋门 远远看到有一道道身影 从横子山跃入关城 李霞只看一眼 加快脚步 踩到城门 只见巫通只穿了中衣 带着几个债兵 慌慌张张地跑出来 不好了 猛军进关了 快走 巫通脚步飞快 到 走啊 傻站着坐肾 他头盔也没带 头发乱糟糟的 脸上还带着红印 显然是才睡醒 快 快 快 完了完了 走啊走啊 别傻站了 快 李霞就站在那 等巫通匆匆赶到面前 忽然出手 一把拎起巫通的衣领 碰 巫通被李霞按在墙上 吓了一跳 你还不快放开 走啊 走 慌什么 李霞到 恒山寨被拔得悄无声息 可见猛军最多百余人 不要慌 就守得住 守你娘 猛军进关了 啪的一声响 李霞给了巫通一巴掌 这一巴掌不算重 却是将巫通直接打猛在那里 你打我 你打我 衣服呢 你说什么 还不快把衣服披上 到城楼上 指挥 八音跃到城头 伸展了一下苏麻的双脚 城头上正在厮杀 已有二十余猛族 与债兵站在一处 不时有嗖嗖的剑士声 债兵 债兵却射不到他们 债兵剑术亦不弱 但随着恒山债被拔 帝氏之利 以义 先开门 八音喝了一声 领人往城下奔去 他心知眼下重要的是 不是杀多少债兵 而是开门 放阿树将军 杀进来 偶有债兵杀上来 显得很惊慌 双方一见面 盟族直攻而射 禁止将对方射到 八音大步上 挥刀砍倒了两个无措的债兵 关城内 一对债兵还在截急 已然来不及冲上来 他快步而奔 一转弯 关城的大门已在眼前 快 开门 八音大喜 只觉这一战的守攻 已然到手 下一刻 他却是愣了一下 只见那城门前 竟是站着四十余名 送兵 这 这么多 毛尔提刀站起 看向夜色中跑过来的八音 有些茫然 他其实不太明白 李县卫为何要让他们帮忙 直守城门 觉得明明有债兵守城 何必呢 现在 猛军真的攻过来了 这一瞬间 毛尔先是心想 县位料事如神 很快却又感到了心慌 这不像在严芳沟的一战 当时是埋伏猛军 且有县位与班头们带领 今夜 却是被猛军偷袭 但来不及多想了 对面的猛族 以大吼一声 杀 箭矢击射 有人拔刀 而冲 李侠拎着乌通的衣领 往城楼上走去 他把麾下的百名巡将手 分为三班 轮流直守城门 并非料事如神 而是谨慎 以防万一而已 虽担心城门失守 但李侠还是信任他们 从九月中旬 到现在十月底 筹剑巡将手 已有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高强度的训练 行军 或不能让他们成为精兵 但能让他们听话 一共只有三百巡将手 李侠 与他们每个人都朝夕相处过 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性格 也知道他们崇敬自己 李侠 还了解他们的能力 发号施令时 也估量着他们的能力范围 比如 严芳沟一战 乍看之下 让新兵埋伏蒙古老族 不太可能 但事实上 巡将手们 是已近两百人 敌三四十人 李侠 力求做到 能让五六个巡将手 面对一个盟族 他 努力在不利的大战场里 寻找有利的小战场 让手下人 在优势环境下应敌 快 告诉所有债兵 李侠对乌通道 你已料到了 猛军今夜偷袭 安排了埋伏 可是 可是我没 快 动 战鼓声响起 一名巡将手 已站在城楼上 击鼓 李侠摁着乌通 把他的身子 摁在栏杆上 几乎把人推下去 说 官城已射了符 猛军最多百人 而 我们有四百余人 将围歼他们 扑 箭矢定死了一名巡将手 血剑了 毛眼一脸 阿水 毛眼背呼 他身边的十余债兵 也在向猛军放箭 领头的苗族债兵 名叫 亥金流 正是李侠出道寻思时 一见射中旗杆那人 会说汉语 今夜一直在和毛眼聊天 静止拔刀上 毛眼还未反应过来 因没收到命令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官城到处乱糟糟的 除了亥金流等职守的几人之外 别处的债兵 还没反应过来 该来增援 而蒙族已冲了过来 短刀相接 厮杀在城门边展开 动 动 动 忽然 鼓声回荡在官城中 毛眼只听成楼上有声音传来 蒙族已中了埋伏 杀 同时 城头上已响起爆三的大吼 毛眼你个呱仔 守住 那官城的大门 已就在眼前 虎 一刀突然劈至巴音面前 是毛眼 终于反应过来了 杀呀 守住 第194章神剑手 巴音 怎还不开城门 保利德喃喃自语了一句 觉得颇为奇怪 前师 而跃 偷袭官城 其实也是一种冒险 他也担心 宋军有所防备 但宋军若有防备 应该是在横子山寨 就设服才对 而非只派人把守城门 正应顺利拿下 横子山寨 保利德 才敢跃进城中 并不认为宋军会有所准备 而且 最开始 他确实感受到了 宋军的惊慌失措 然而 鼓声一响 官城内三四百宋兵 只有短时间的慌乱 剑剑地 竟已变得有序起来 但站到这里 不得犹豫 保利德大喝道 三十剑手 狠狠压压住城头上的守军 别让他们支援 猛军剑语愈发密集 保利德听着城楼上的鼓点与呼喊 抬手一指 再次下令 末日根 保利德清领三十余人 杀向城下 直奔城门 他已经听到城外的马蹄声 眼看阿树的兵马 要到了 必须掀开城门 城楼上 李霞还摁着乌通 逼他 发号施令 忽见西南方向 有一队对骑兵鱼冠而来 是猛军 乌通 此时才清醒过来 猛呼道 城门 城门 我的人去守了 李霞道 县尾小心 突然 有人大吼一声 李霞一转头 看到空中寒芒一闪 迅速将乌通扑倒 扑 一只利剑定死了乌通 身后一名寨兵 血剑城楼 这么远 乌通大惊 李霞蹲起身 透过城楼的栏杆看去 见到 几个盟族正在狂奔 手执长弓 对城头上的厮杀 视若无睹 直奔过来 为首一人只看身影 就有扑面而来的张狂之气 是他 李霞直觉 这就是在凿道上策马 射箭示威的盟族 末日跟这人很狂 他奇数高超 敢凿道上策马 箭术也百发百中 这都是他狂的底气 宝利德 既然命他把关城的主将射下来 那对方就是必死 不远处 两个寨兵扬刀 迎向末日跟 搜 末日跟飞快张弓搭建 一箭射穿了其中一个 同时有盟族冲上去 一刀斩死另一个寨兵 这一会儿 城头上又有寨兵包围过来 末日跟毫不畏惧 直冲到城楼正面 抬头看去 能看到上面两个宋将 才从地上爬起来 末日跟再次张弓 正要射 只见那两个宋将缩了回去 该死 城楼上 还倒着重剑而死的寨兵尸体 悟通看着那箭尸 锁着身体 李霞却飞快探头看了一眼 见到楼虎正在城楼上狂奔 楼虎 他大吼一声 突然跑到栏杆前 一指那猛军箭手 末日跟一眯眼 正见城楼上的宋将 忽然又现出了身影 还想继续指挥 他 调整了弓箭的角度 描向这名宋将 对方还在动 速度很快 但末日跟对自己的箭术 有信心 死吧 他冷笑一声 松开手指 嗖 扑的一声响 箭矢击射入体 箭起一道谢连 一根箭矢 直直从末日跟脖子里穿了过去 去死 老虎放下弓 催了一口 骂道 尿小的畜生 以为就你会射箭 方才只听李霞一喊 老虎就注意到了 末日跟 虽然隔得远 但那蒙族身上的张狂劲 老虎 绝不会忘 老虎 掩护我 报三 快去守城门 城楼上 李霞又大喝了一声 放心大胆地继续指挥起来 城门处 厮杀愈发激烈 杀败他们 去开城门 守住 马上就有支援 川鼠抗猛十余年 鼠人其实并不太畏惧猛军 新兵 心里虽没底 但四十余人对阵十余人 毛眼也没想过要逃 严芳沟一场胜战 也让他更添信心 迅速领人支援 亥金流的 债兵 他闷哼一声 与巴音拼了一刀 可惜苗刀不如弯刀 当的一声 亥金流的刀断做两劫 毛眼连忙抢上去 就亥金流 或一刀劈向巴音 死啊 巴音回过头 连忙举刀招架 火花四箭 巴音架住毛眼的刀 神色渐渐争鸣 两人对视着 眼中据事狠意 毛眼以前从没想过 能跟猛军老族这般生死相搏 莫名的亢奋 却忘了其他动作 巴音突然收力 撤了一步 毛眼经验不足 收不住力 同时 巴音一刀劈下 扑 亥金流气刀扑上 拔出身上的箭矢 猛扎巴音 扑扑扑 使掌 蒙族惊呼 不远处 豹三已带人赶到 围住剩下的蒙族 毛眼喘着气 一把抱住亥金流 道 呼 呼 城门守住了 兄弟 我们守住城门了 亥金流咧嘴 一笑 道 娘的 就十几个人 你们太没用了 毛眼也不生气 傻笑道 我刚从军 这边抱三刚赶到 才为守住城门松 一口大气 忽悠听一声蒙语的吼叫 破门 保利德 已领着三十余人杀了过来 抱三估量着双方站立 底气稍有些不足 在延方沟 两百寻将手 对阵三十余盟族 尚且吃力 此时仅有不到百人 最主要的是 他其实是不愿再有太大伤亡 毕竟这里是寻思的地盘 他本想着让债兵去打 就是这一犹豫 保利德已杀将上来 抱三 呼听一声大吼 李霞的声音从城楼上传来 临阵杀敌 羞得犹豫 抱三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下一刻 双方已撞在一起 杀呀 关城外 阿树驻马而望 他看到城头上人影越来越多 宋军已然被惊动 但城门还未打开 可能是失手了 这还是南征以来第一次失手 阿树大怒 他猛的一挥马边 重重抽在一个大理杂兵身上 赤骂道 谁让你走到我身边呢 那大理杂兵抬着大木桩 准备用来 防止城门被关上 他本就走在前面 是阿树自己策马赶上来 颇为冤枉地挨了一边 他也不敢说什么 阿树怒气未消 又接连抽了好几人 方才重新私存起来 吉达 再 阿树吩咐道 保利德 或许失手了 你带人 去站住横子山寨 明白 吉达道 站了高处 保利德 不能开城门 我也能开城门 阿树没心思 听到卖弄聪明 怒吼一声 闭嘴 还不快去 第195章 老族 随着债兵涌上来 城头上的猛军被杀进 战斗集中在了城门处 债兵们也纷纷包围过去 李霞走下城楼 看着寻将手们 与三十余猛军杀在一起 他看出 报三想让债兵杀敌 保证更多的寻将手 但在李霞眼里 这是一次最好的练兵机会 他从头到尾都很冷静 知道 只要城门不丢 进城的猛军 就是进了死地 那正好用来练一练新兵们 李霞没有亲自上阵 而是招过楼虎 到 不用看城内了 你盯着城外 有盟将敢靠近 直接射杀 是 楼虎转过身 招呼攻守持攻对准城下 隐隐见到了夜色中 一个个骑马者的轮廓 而关城内的厮杀 还在继续 呃 一声惨呼 又一名盟族倒了下去 保立德没想到会这样 这几天来 宋军的指挥都很一般 各处的守兵都不多 谁能想到 只有城门堆了那么多人 本以为骑兵跃入关城 宋军会大乱 结果形势突然斗转直下 不 我还没说 保立德大吼道 勇士们 打开城门 只要打开城门就赢了 他不再赢敌 招呼着盟族结阵 结阵 我们冲过去开城门 他带着人 封了一般的挥刀 眼中只有城门 一个独眼大汉冲上来 一刀挥下 扑的一声 保立德血 泼洒而出 却还是不管不顾 禁止撞开那独眼大汉 继续冲 而是结阵护着保立德 奋力涌向城门 他们未必是因为凶悍 也有可能是绝望 现在 这城里 四面都是敌人 想逃 也无处逃 唯一的生路 就打开那道城门 一时之间 蒙间竟站出几分 英勇无畏的气魄来 毛尔一刀挥下 轻松砍死一个猛族 许葵一刀挥下 也轻松砍死一个猛族 他们头一次发现 沙漠人这么简单 但他们心底 却没有多少激动 反而被吓到了 眼前的猛军 要用性命挤到城门前 他们已拦不住 冲向城门的猛军 毛尔失了神 他忽然有些佩服猛军 觉得人跟人都是一样的 都想求生 再回过头来 只见一个猛族 已冲到了城门前 挥刀要去砍城门上的锁 拦住他 毛尔方才的敬佩和感慨 全被抛住脑后 大吼道 拦住他 守住城门 阿树盯着城门 虽隔得还远 但他似乎听到 里面传来的咚 咚的轻微声响 他知道 有人就在城门里厮杀 撞开 是 猛族们大喝一声 驱赶着大理杂兵们上前 嗖嗖 箭雨落下 有几名大理兵倒下 继续撞门 不许停 终于 大理杂兵在箭雨中 抱着大木桩 冲到了城门前 碰 一声巨响 城头上有石木砸落下来 砸在大理兵头上 惨叫升起 黑暗中 看不到脑门崩裂的情形 七万的 惨叫却依旧甚人 碰 又是一声巨响 大木桩撞在城门上 就在外面 援军就在外面 保利德大吼着 听到了吗 打开城门 我们能赢 能活 杀呀 宋军杀过来 保利德一刀麾下 又劈死一个宋兵 他终于冲到了城门前 听到了外面 越来越响的呼吓 碰 有灰尘落下 保利德 分明看到那城门震了一下 他伸出满是血的手 想要 把他打开 噗 一柄刀猛劈在他身上 开城门啊 保利德大喊着 声音却已无力 他身边最后一个盟族 已倒了下去 他又走了一步 头盔在混战中掉落 同时身上 又中一刀 开城 噗 一柄刀 透过他的胸腔 抱三大步上前 一把揪住保利德的头发 提着这个猛军百夫掌的身体 嗯 在城门上 保利德已然奄奄一息 手中的 弯弓掉落在地上 碰 他感受到剧烈的撞击 外面的撞成木 重重撞在城门上 也撞在他的脸上 抱三 又是一刀筒下 你不是想开城门吗 来 噗 你倒是开城门啊 抱三大吼 手中又是一刀筒下 噗 开啊 毛衣尔低下头 看到从脚下到城门边 一路都是猛军的尸体 抱扳头 正提着那个百夫掌 就在城门前 一刀一刀的捅 终于 那具尸体软软地摊下去 血已染满了城门上 又残忍又血腥 毛衣尔眼皮跳的厉害 就是在这一夜 他看到了落入绝境的盟族 是如何垂死挣扎 也见识了 打仗有多残酷 我以后也算老足了吧 李霞也在看着抱三 看着毛衣尔 许魁 他仿佛看到了 新兵在邪语杀戮中 一点点成形 碰 城门又被重重撞了一下 李霞转过身 重新走回城楼 巫通正在发号施令 放箭 咋 又是几声惨呼 债兵们放箭 推下木石 杀伤着攻到城门前的 大理杂兵 不一会之后 攻势停了下来 巫通放声大喊 告诉你们 城内的猛兵 已全被老子杀光了 有本事攻城啊 你娘 喊声在山谷中 回荡开来 渐渐嚣张 猛军很快给了回应 又是一场剑雨 袭上城头 李霞看了巫通一会 想了想 招过楼虎 县位 楼虎上前 抱拳道 猛将阁得太远 小人只射杀了 一两个盟族 现在攻城的 都是大理兵 他们今夜 不会真的攻城 李霞道 你带两个信的过的人 跟在我身边 是 安排了这些 李霞才向巫通走去 巫通 李兄弟 你放心 关城守住了 巫通笑道 他显得平静 又有些得意 仿佛刚才惊慌失措 又被李霞打了一巴掌的人 不是他 李霞道 横子山寨要抢回来 巫通一愣 李霞又道 寨子若在猛军手上 随时还会再派人越境城里 那怎么办 我们撤吧 撤 巫通夺了几步 道 李兄弟 你听哥哥说 猛军没想到 我们能守住关城 或许没留人守寨 但攻下关城 他们必先派更多人去战横子山寨 我们已晚了一步 抢不回来的 撤吧 趁城还未破 李霞凝视了巫通一回 道 我们私下说吧 别乱了军心 明白 该分的 也该分一分了 哥哥懂的 走 我们兄弟私下说 第196章 债兵 没能开了城门 猛军并未打算强攻 只派了少量的大理杂兵试探性的进攻 宋军既守住了城门 暂时也不必太担心关城失守 巫通 布置好房事 与李霞进了城楼内的偏厅 他夺了几步 道 李兄弟 哥哥 确实是错了 没想到猛军能拔了横子山寨 谢尔金也守住了 但不是我不愿去抢回来 而是抢不回来了 李霞道 为何抢不回 巫通道 哥哥说过了 猛军眼看攻不下关城 必增派人手去守山寨 他们居高临下 在派兵上去 必有大伤亡 平白损失 人手 不如回防军联州城 等别处兵马支援 巫通 不愿去抢回寨子 并非不愿 实不能 巫通道 此战猛军是初次由大理工来 蜀男少有防备 朝廷是能接受 让猛军打到军联州 甚至叙州的 明白吗 这路猛军只是偏师而已 决定不了全局 我们死守州城 只需等张都统大军 击败乌梁和台主力 有有 大功劳 这寻思小小关城 并不重要 李霞道 巫通上次不是这么说的 此一时 彼时 巫通话音未落 砰的一声响 李霞以一把摁住他的头 猛地敲在岸上 你 都 别动 李霞大喝一声 手中一把匕首 已架在巫通脖子上 与此同时 龙虎与几名寻将手 也持刀按住巫通的几名心腹 李兄弟 你这是作甚 大敌当前 你这是要拿哥哥的手机 头蒙不成 李霞道 按我说的下令 哈 李兄弟 你这观影有点大呀 巫通话道一半 那脖子上的匕首 已压了下来 顷刻压出一条血痕 他脸色一变 不敢再啰嗦 波动哈咬着压 眼看着箭矢 从身上被挖出来 疼得满头都是冷汗 等伤过好 他长舒一口气 转头看向堂中其他人 咧开嘴笑了笑 用声色的汉化道 都活下来了 亥金流拿了个酒囊 咬了赛头 喝了一大口 道 尼利大功 提前发现敌兵 说完 他把手里的酒囊一地 抛给毛尔 道 那个 波动哈 这个 毛尔 毛尔 接过酒囊 想了想 却也不喝 递了回去 道 县尾说了 打仗时候不能喝 你们 多谢 亥金流道 毛尔会心地笑了笑 转头一看 只见许葵从门外走了进来 之前 两人说不上很熟 应是数不同队的 今夜一战之后 却是迅速相熟起来 许葵道 乌寻简与县尾有令 轻伤者全到轿场集合 立刻 猛军 又攻城了 亥金流问道 不知 许葵道 听令就是 你们只中了剑伤 也过去 亥金流哈哈大笑 向毛尔道 你 这个兄弟 太死板了 几人走向轿场 只见城头上的战士 已经停了下来 各自分裂战了 毛尔 特地留意了一下 只见八十八名巡 将手排得整整齐齐 那两百 数十债兵 却是站得歪歪扭扭 不一会儿 李霞与楼虎一左一右 带着浑身包扎着的乌通出来 乌通脸上还有些苍白 像是受伤不轻的样子 他说话时 也失了往日的爽朗 情绪显得很低落 开口说是自己受了伤 官城房屋 全都赞交李县位接管 另外 吩咐债兵 由李县位挑选 反攻横子山寨 最后 乌通命人拿出一箱钱 给所有人分了 承诺等 击败猛军 每个人还有重赏 他评速最讲信用 在债兵面前 威望颇高 继续下承诺 债兵纷纷大喜 轰然应没 谢寻简厚赏 等乌通说完 李侠先送他去养伤 又招楼虎 豹三 姜范等人商议 姜范伤还未好 今夜并未有太多表现 于豹三走进城楼一看 吓了一大跳 只见楼虎 已将乌通整个人捆起来 且还塞了乌通的嘴 边上 还有几个乌通的心腹 同样是被五花大绑丢在地上 县位 这是 姜范话到这里 竟是又问道 这乌通 反了 乌群姐 一时还未想好 这仗该怎么打 我接手了 李侠不嫌不淡地道 姜范一愣 与豹三对视一眼 似有所悟 不管他们反应 李侠又道 姜范 你来看押 乌群姐 是 姜范脸上的茫然之色 进去 走上前 想了想 拿手上的钩子 勾住了乌通的腰带 乌 乌通显得很委屈 眼神似在说 自己不会跑 不必勾着 姜范 却一句话不说 只冷着脸坐在哪 看好他们 李侠吩咐了一句 带着豹三与老虎 回到堂上 豹三 你明白了吗 小人明白了 早该由县位来指挥 也不至于丢了横子 山寨 不过 既然做了 不如 豹三话到这里 独眼中寒芒一闪 比划了一个斩首的首饰 不必 李侠道 他有钱 有严谨 伤道 等这一战打完再说 是 小人明白了 豹三 应道 他有钱 李侠道 既明白了 你来守着官城 把动静到大点 别让猛军发现 我们上山了 县位是要亲自带人 去夺回横子山寨 嗯 豹三道 小人怨去 不 我是官 我去了才能压住那些债兵 官城外 阿树收了兵 深吸了一口气 把那暴躁的情绪压回去 他忽然意识到 今夜这一战 自己输在哪里 这几年打大理太顺了 钱字奸道 钱师 而月之计 用了太多 过于喜用其谋 顺利攻破的 城寨太多 渐渐不舍得强攻 这次遇到了一个谨慎的宋将 终于是吃了亏 想着这些 阿树摇了摇头 吩咐道 就在寻思官城外 扎营 只攻城气血 再派人去告诉 吉达 站住横子山寨后 不必急着进攻 箭炮汽车 等我命令 一骑强攻 其后 又一道道命令布置下去 22岁的阿树 望着眼前官城 似乎因今夜这一战 稳中了不少 天还未亮 亥金流正在攀爬横子山 对于他而言 这山不算难攀 他本就是在这地方 土生土长的苗人 他今晚已中了两箭 本是不愿在攀山 与猛军厮杀的 但为了那赏赐 还是自告奋勇地站得出来 此时他抬起头 看到了身前不远处的李县尾 不由心想 这汉官还挺会爬山的嘛 事实上 今夜也是 亥金流第一次遇到猛军 有被猛军打起仗来 那种拼命拼活的样子 吓到 这多少 让他感到了惶恐 不安 然而 见到李侠 也是拼死拼活 他的惶恐与不安 也就 削减了不少 如李侠所言 这是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 第197章起炮 夜色中 吉达领着一个百人队 从横子山西面的 陡地攀岩上 进了横山寨一看 只见近200余具男女老少的尸体 扑得到处都是 啃尸尸体的乌鸦 看到有人来 阵池飞走 娘的 保利德杀完人 也不收拾一下 吉达随手从尸体上 拔起一根箭矢 递给身后的士卒 想到保利德 也许现在山下的官城里了 他还是把抱怨的话收了 摊开双手 看向天空 赖长生天 忽悠保利德杀出重围 话虽如此 山下的厮杀动静越来越小 吉达心想 看来是这里离长生天太远了 没来得及忽悠住保利德 此时天就快亮了 他知道 不宜继续攻城 该先占据着横子山寨歇一歇 等待阿树后续的命令 把尸体丢出去 我们 安营下寨 百夫长 往哪丢 吉达 本想说 随便丢 灵光一现 问道 能抛进山下官城里 不 哪抛得下去 得要抛车才是 忽悠人道 看样子 是要强攻官城了 反正都要 坐抛车 不如我先做一个小的 把尸体抛进去 说话的名叫 博日格德的使掌 管歇后勤 因此 擅长制作抛车 吉达点头 道 行 动作快点 博日格德道 从这山下抛石下去 不用大抛车 做小的 就可以 百夫长拨三十个杂兵 给我 三个时辰 就做一个出来抛尸 三个时辰 吉达道 忙了一夜了 快点把斋子收拾出来 还要住 他觉得有些麻烦了 想着把尸体 随意一丢也成 但终究是认为 抛尸进城 下下送军 更有意思 想了想 又到 让杂兵先把尸体搬出去 你慢慢做 好脸 百夫长这主意 好 工程的炮车全做好 要多久 再有两天 吉达道 太久了 动作快点 博日格德硬了 吆喝着 就让杂兵搬运尸体 他则去雪木头建炮车 炮车简单 来说也叫投石车 比如 要抛石头砸敌 哪怕是从山上往下丢 也不是说抛就能抛的 人能拿得动的石头 往往太小 既砸不准 杀伤力也小 而大的木石滚下山 被树木一挡 或撞到石头 马上就改了方向 只有建了炮车 才能投石杀敌 工程 这横山寨上 倒是有被一点石木 但未建炮车 博日格德觉得很奇怪 他知道 军联州是基尼州 宋军没有太多兵力 也没有真正的大将 加上阿树 很正常 奇怪的是 就这样的宋军 竟然能把 宝利德的百队人 在城里杀掉了 这宋将若有能耐 就该早在横子山 马口岩上起炮啊 若没能耐 怎就把宝利德埋伏了 太怪了 博日格德难难着 不一会儿 就选好了起炮的材料 他从怀中 拿出一支毛笔 磨了磨 开始标注尺寸 真是好久没起炮了 跟着将军难争这么久 都快忘了怎么做了 稍涨两丈 不 一丈多就够了 打个小官城 正私存着 呼听山下 有人喊了一声 百夫长吉达在吗 将军有令 什么 吉达大喝道 俄日乐何克 是你吗 是 阿树将军命你占据横子 山寨休整 起炮 准备强攻 吉达喊道 我知道 正在起炮 这小破官城 轰几下就打下来了 将军还说 小心宋军攻上来 要不要派人支援你 吉达哈哈大笑 道 官城里宋军就三百多人 全上来都不够 我打的 这居高临下 武士人我都够手了 他大笑完 方才又道 不用 将军人也不多了 我的人太够了 都住不下了 俄日乐何克喊道 将军让你留意北面 瞭望宋军是否有援兵 好 加紧起炮 别太久 知道 知道 俄日乐何克 你要不要上来 不用 我还要回报将军 将军交代 你一定要小心 宋军反攻 俄日乐何克 仰着头喊完 转身往山下走去 吉达则转身进了寨子 嘴里还嘟囔着 将军也别当我傻子 趁早撤出官城才是正经 他带了一个百人队 猛族近九十人 杂兵四十余人 此时安排杂兵干活 又派了一半猛族 职守 俄日乐何克 虽然替阿树地划让吉达小心 但他心底也认为 宋军不可能反攻横子山寨 夜里才遇袭 官城外 还有上千兵马 对峙着 怎可能有宋军上来 胆得有多大 才会在这种时候 爬上横子山 三百多人 全上来都不够吉达打的 心想着这些 俄日乐何克 走着走着 天光见亮 他转头一看 只见一缕朝阳 在天边站开 很是壮丽 呀 好想念草原啊 扑 树干后 一只手伸出来 捂住了俄日乐何克的嘴 同时 一把匕首 划过他的喉咙 雪喷洒在地上的基叶上 发着如尘风的低音声 混杂着第一缕的阳光 送你回草原了 李霞低声道 这大喊大叫的传信兵 喊第一句话的时候 李霞已偷偷埋伏过来了 俄日乐何克 灌木丛中 抬头看着前方 那李县卫杀人的场景 低声喃喃了 一句 他杀人好熟练 不像宋官 波动哈道 像我的老头领 走吧 该去给横子山寨的族人报仇了 亥金流握着弓 矮着身子出了灌木丛 凑近李霞身边 李县卫 我走 你上不去 我拉你 走吧 李霞点点头 感受到了这债兵态度的变化 他之所以要亲手 杀脚下这个盟族传信兵 为的就是向这些债兵展示实力 一行人继续往上攀爬 队伍中有楼虎 熊山 两个熊山的族人 三十个寻将手 七十余个债兵 这一百余人都是 楼虎挑选的擅长攀山之人 渐渐快到了山顶 嘘 亥金流往前探了探身 又缩了回来 低声道 三十多个杂兵 再造木头 还有四十多个猛兵 再指手 李霞皱了皱眉 转头看了看 只见天光已 大亮 他亲自扶下身 小心翼翼地过去 叹了一眼 见到了那座造了一半的炮车 这个木头 做炮轴 你们搬上去 炮架就造好了 博日格德说到这里 打来的哈欠 感到有些疲惫 忽然 听到山下 有人喊了一句 百夫长击答 在吗 那声音不大 猛语的口音 稍有些怪异 博日格德往前走了几步 看到一个猛族在向上爬 走路有点瘸 阴在爬山 低着头 远远地看不清样子 博日格德回想着听到的口音 喊道 乐何格 是你吗 不是 我是赤那 博日格德一时想不起 这赤那是哪对的 喊道 百夫长睡了 你有什么事 阿树将军送了粮草上来 你派五十人下来 帮忙搬吧 博日格德道 我们都已经快起了一辆炮车了 在山上待不了三天了 不用粮草 宋都送来了 搬上去吧 搬上去再说 山下 那盟族说着 停下脚步 向山下招手 似乎在招呼人搬东西 博日格德无奈 只好带着杂兵下山 帮忙搬粮草 第198章 大胆 啪 阿树手中的鞭子 断成两截 被他丢在一边 地上 躺着一个被俘虏的徒老蛮 应想要逃跑 一被阿树 打得奄奄一息 借着亲自打人 阿树也将心头的火气 卸了大半 重新私存起 无耻道的战士 派都克先行探路 有错吗 没错 只有先探 清楚前面的小路 是否有埋伏 探清楚 宋军是否在各个山头起炮 才敢让全军继续前进 都克拜在地势上 摆不开阵型 这是冒险走无耻道 该付出的损失 之后 攻下横子山寨 抢占高处 这肯定没错 也很顺利 不该越成嘛 但不越成 造炮车 准备石墓 攻城 最快也要三五天 万一让常宁军赶过来 支援 这次兵出 无耻道前自建道的战术 就全失去了意义 自己确实太傲了 但傲在兵出无耻道 而非寻思关城这一战 怪的是 宋军有两种打法 阿树想到这里 走到地图前 标注起来 盐方沟射服 但分水牙不射服 马口岩 东山等地不起炮 说明这个偷袭的宋将 是克军 对 娘的 阿树 往地上催了一口 恍然大悟 他当然知道 这无耻道的守将叫乌通 从俘虏的蛮人口中 他还知道 乌通经常犯言到乌盟部 另外 在阿树看来 乌通打仗并不蠢 只是平庸 死板 比如 利用地势到处射服 往 山下射箭 丢石头这些打法 乌通没用 这并不是他蠢 而是他权衡得很清楚 剑石 木石 不是凭空变出来的 是要派兵去准备 是要建防室 造炮车的 要埋伏 是要让人在野外露宿好几天的 以乌通手下那点兵力 以苗族 以博族债兵的军纪 分散出去 做这些 极可能就会被军纪更加 严明的猛军拖垮 守住官城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所以说 乌通不蠢 但另一方面 阿树也借此看出 乌通没有大毅力 没有大魄力 只会死守常规 因此 阿树才敢派精兵骑袭横子山战 果不其然 一举而下 到这里 其实都没犯大错 变数在于那只客军 严方钩的埋伏 其实是一场遭遇战 宋军根本没能提前准备 只是 抢占了优势地形 足见这只客军极胆大 而客军无权指挥乌通的战略 只能严守城门 并不能参与守备横子山寨 只能是客军才说得通 阿树一拳击在地图上 夺了几步 骂骂咧咧了一会 招过一个士族 问道 寻思官城的宋军退了吗 没有 还在城头叫嚣 没退 阿树催道 横子山寨都丢了 他们还不退 他想了想 喃喃自语道 为何不退 总不成 还想抢回来了 不可能的 话虽如此 但为将者的警觉 还是让阿树有些放心不下 戴青 你觉得宋军是想抢回横子山吗 哈 戴青大笑道 怎可能 我们大蒙古国将士的剑术 莫说一个百人队 直守 有二十人守山 宋军都不可能攻上 是啊 阿树一巴掌拍在脖子上 捉出一只跳蚤 沉思起来 他手下一共就十个百夫掌 死了两个 现在一个在横子山 一个在驼山 一个控制着各个高处 瞭望宋军是否增援 剩下五个 除了有后勤 营房 马匹 俘虏等小事 要管着 还要准备正面攻势 即便如此 阿树还是道 戴青 你再抽掉五十名攻守 上横子山 帮吉达守着 将军 宋军一共也就三四百 还要多少人守山 戴青不太愿意 道 吉达要是一百多人都守不住 杀了下久得了 让你去就去 勇士们一夜没睡 接着爬山 要是摔下来 阿树不愿 道 你过来 戴青知道他又要打人 苦了脸 求饶道 将军默契 我这就去调人 话 虽这般说 他心里还在想着 将军也太谨慎了 都不像平时的为人了 一个百人队的大蒙古国勇士 聚山而守 还怕那一点宋军 说出去 笑掉大牙 伯日格德一脚 伸一脚 潜地下了山 他带了三十余杂兵 十余个猛族 一共五十余人去搬粮草 远远的 直接那赤那竟开始往回走 赤那 你去哪 粮草在下面 你们跟我下来搬 伯日格德问道 不对 你们怎么从这东南面上山 哈 赤那道 宋军还赶来兰布城 这边好走些 我们绕过来一段 也是 伯日格德道 西南面有个悬崖不好攀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赤那问道 我怎么没见过你 伯日格德 我是北上之前 才从都元帅麾下调过来的 伯日格德硬了 赤那也不停步 一边走 头也不回地喊道 原来如此 我还差点怀疑你呢 有什么可怀疑的 伯日格德走得有些累了 喊道 是呢 你等等我们啊 快下来搬粮草吧 伯日格德叹了口气 道 山上吃得够两三天 等炮车造好 不就 打下来了 何必非要搬 搜 箭矢机舍而来 刹那间就有盟族倒地 杂兵们没有披甲 纷纷中箭 惨叫不已 伯日格德大惊 一转头 只见一群债兵 竟是绕到了自己 后面 占据了高处杀下来 不好 中计了 先射盟族 看我的 老虎说着 张公 一箭正中 一盟族面门 蹲在这山地 脚下 要花力气 稳住身形 与平地上射箭 颇为不同 虽然距离近 又是居高临下 但一箭 其实颇为精妙 亥金流 确实咧了咧嘴 不谢 我射得厉害的 你看看 他张开弓 对准了一个大喊大叫 正意图组织盟族反击 德市长 嗖 都别逃 截阵手 百夫长马上会来支援 呃 伯日格的脸上 还沾着木屑 努力指挥着 突然 一只箭矢 从他张大的嘴巴里 灌了出去 厉害未尽 箭矢静直 穿透了他的后脖梗 喊叫声 戛然而止 准吧 亥金流转头 看向楼虎 笑了起来 到 那时长值十贯钱 买大炉子过冬 李霞站在山下 抬着头 看着 血雨飘零 落在他脸上 待确定能围奸这些 盟族与杂兵之后 他才仗着长剑 一步步往山上攀 伸手在他伤口上 抹了一把血 抹在自己脸上 楼虎 亥金流 你们换衣服 跟我先上山 吉达听到了 隐隐的惨叫声传来 惊醒过来 来不及披甲 他大步走出寨子 向山下望去 剑鲨喊声 是从陡坡上的山林里 传出来的 娘的 不会真有宋军敢回宫吧 这般自语着 吉达游不敢相信 却还是吩咐道 所有人 张弓搭建 把牧师搬出来 准备守山 呼喝声中 呼见下方的山林中 有十余名猛族 与二十余杂兵 跑出来 百夫长 我们杀了一对宋兵 杀了一对宫山的宋兵 吉达一愣 宁目望去 渐渐看清 是带头的 是一个满脸是血的猛族 正一蹶一拐地向上攀来 宋兵扮成我们的人 哄骗了伯日格德下去 被我们杀了 吉达很惊讶 问道 伯日格德怎么被骗下去了 那宋兵会谋语 说得很差 我早就怀疑了 没被他们埋伏 吉达不由道 宋军这么快就反攻了 太快了吧 都是些土老蛮 攀山可以 打仗不行 怪的是 我们看到下面官城里的宋兵撤了 说话的那盟族泪气喘吁吁 一边喊 脚步愈发亮呛 撤了 吉达皱了皱眉 思存的宋将这是何意 一边派人攻山 一边又撤了 他隐隐明白了些什么 这是两种打法呀 怪不得 原来是宋军主副将意见不合 才会出现昨夜的怪事 原来如此 他思考着这些 前方那十余盟族已到了牧师前 吉达一抬头 错愕了一下 大吼道 杀了他们 快 推木头 杀了他们 身围的猛族们纷纷一愣 与此同时 想起的是几声汉语 苗语 以语的吼叫 杀 第199章 逆战 猴虎 亥金流等人突然张弓 迅速射杀了几名 正要把牧师推下山的盟族 而李霞速度更快 以冲向吉达 他脚伤未好 依常理而言 这样的脚伤就不该攀山 不该冲刺 诗人 总是这么想 按这个常理 再往前推 他李霞就不该反攻横子山 也不该敢反抗这时期的大蒙古国 这与逆天有何区别 要做逆天之事 昨日顾忌损失一点实力 今日顾忌一条腿 明日顾忌一条命 如同巫通一般 缩在城防当中 缩在兵法 常理当中 又何必谈逆天 天下并非没有 名臣名将 并非没有天才在奋力抗蒙 却全都被世间一板一眼的规矩束缚 蒙人 却不讲这些规矩 辗转万里 灭大里 启示兵法 常理 忽必烈金吐蕃 穿过满是 瘴气毒虫的不毛之地 翻雪山 沼泽 横渡如水 大渡河 金沙江 智障力横行 与土著作战 乌梁和台父子走的 则是更艰险的西路 强军 尚且如此 若军想要胜 这种军队 若没有对敌之勇气 觉得缩在山林 城关之中 发几只暗器 丢几块石头 就可以赢 欲战阿树 确言我脚好痛 不破不力 李霞冲上前的一刻 已完全忘了脚伤 他只知道 吉达 阿树不会想到 他有立刻反攻的勇气 此时必是惊恶交加 这是他唯一的 极短暂的机会 一剑刺出 无数次的训练 淬炼出的意志 向死而生的孤勇 凝在这一点寒芒之间 噗 哇 吉达大吼一声 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慌万中 闭了一下 这一剑 却还是刺进了 他的胸膛 吉达竟是不退反进 猛向前扑去 一双大手 死死扼住 李霞的喉咙 周围有盟族 提刀杀上来 李霞弃剑 一把捉住吉达 秃顶后的追击 把这铁塔般的汉子 拖倒在地 两人一起 向山下摔去 碰 一声众响 他们摔在一棵大树下 余光当中 还能看到 一列列的寨兵 正在攀圆上 有人向这边奔来 有宋兵 也有盟族 哇 吉达还未死 死死扼住李霞的喉咙 李霞伸手 探到吉达身后 捏住透出的剑锋 用力上下晃动 搅动着吉达胸腔的血肉 百夫长 有盟族提刀杀来 县尉 许魁提刀迎上 许魁 只觉自己要疯了 但在他眼里 李县尉才是先疯掉的那个 身上还带着伤 不管不顾 非要亲自带人躲山 做的每一件事 许魁脑子里全无别的想法 只有一个字 救 而盟族已杀过来 弯刀挥到他面前 有了前两次打斗的经验 这次许魁 不敢与盟族拼刀 他身子一扑 背上已重了一下 他批的是脚获的猛军皮甲 凶 背上 扎着一点铁片 但扑的一声 还是被弯刀劈开 同时 许魁倒地 挥刀一砍 劈在那猛军小腿上 一声惨叫 许魁左手用力一拉 那猛军摔下山去 撞在一块大岩石上 重伤不能 起身 陷位 许魁大嚷着 爬起身 冲上前要去救李霞 突然 一具尸体摔在眼前 又是一地尘土 与落叶飞扬 波动哈 骇金流悲呼了一声 许魁一愣 只见到脚下的 波动哈 还在死死瞪着眼 没了声息 他抬头一看 寨子前还在熬战 愈发惨烈 寨兵更擅长这种山地战 猛军则是猝不及防 许多人连甲都没劈 但占据了地势 辅意交战 双方还没奋出忧脸 只是不听死人 骇金流已弃了弓 拿出一柄双环苗刀 与猛族拼白刃 他一开始并不懂得分析 这横子山寨好不好打 想的就是 猛军能拿下 自己也能拿下 再看到那里县位 很有办法 心里也有了信心 他们先是杀了 五十余杂兵 和十余猛族 这时面对的 也只有四十余猛族 但骇金流没想到 还是死了这么多兄弟 杀呀 他愤怒地一刀劈下 血溅了满身 杀呀 忽悠有四十余猛族 从寨子里冲出来 杀声震天 骇金流一看 感到有些绝望 无力 下一刻 一声猛语大喝 在不远处响起 骇金流下了一跳 以为已经输了 然而很快 又是一声汗语响起 百夫掌击打手机在此 以大胜 雄山迅速用苗语大喊 当时 山上一片欢呼 骇金流一回头 见到的是李侠 提着一个可怖的人头 正一步一步向这边走来 百夫掌击打手机在此 还有什么 是比几方主将 斩下敌方主将的头颅 更激励士气 威武 大圣 骇金流怒吼一声 杀向盟族 那些才冲出来的盟族当中 已有人迅速向横子山西侧 跑去 用绳索荡下山 杀呀 杀呀 渐渐的 盟族尽数逃向悬崖 楼虎抱起一根巨木 朝着那些溃兵追上去 追到山崖边 挥动手中的巨木 连着把两个惊慌失措的盟族 顶下山崖 他奋力举起木桩 又是一炮 巨木滚下山崖 轰隆隆一声响 伴着一阵阵惨叫与惊呼 终于 骇金流摔坐在地上 他不停喘着气 感觉到周遭静静下来 再回过神 看到的是 李霞正一蹶一拐地 走在遍地的尸体当中 把一个个死去铜袍的眼睛 合上 骇金流 默默看着这一幕 待看到李霞走到波动哈山前时 他猛地大哭起来 牛寨山 阿树不知疲倦般地忙了一天 直到傍晚才准备歇下 他已经安排好了 今日 明日准备好石木 造好工程器械 后日强攻关城 这已是强攻能做到的 最快速度了 但也意味着他 失去了攻下军连周城的机会 他是探马赤君 人数太少 不齐息的话 很难攻下有准备的城池 之后 也只能尽快出武池道 侵略旭州附近 打些粮草了 忽然 报 将军 横子山寨丢了 阿树一愣 转头看去 见是戴青领着几个狼狈 不堪的残兵进掌 什么 横子山寨丢了 击打百夫掌战死了 那溃兵说着 满脸都是惊恐 阿树听完整个经过 竟然难得得很平静 自语道 太快了 也就这么快 击打反应不过来 娘的 这是老子的打法 将军 逃回的石长边刑 撤了石长 归其他百夫掌麾下 阿树道 戴青 你派去的箭手呢 声音很惶恐 又道 我带人再去攻 明日之前 必能攻下横子山寨 不必攻了 阿树道 天黑了 让将士们歇一夜 杂兵不许歇 继续造气险 后日攻城 戴青愣了愣 问道 将军 不抢山了 宋军 只有数十人在山上 我 阿树道 我昨夜抢下横子山 是出其不意 他今早抢回横子山 也是出其不意 但 战场上不会有第三次出其不意 可是 再争横子山 就是强攻 强攻两三天 攻城又要两三天 到时宋军援军都到了 打下来 还有什么用 战了 我们住在这 戴青本已做好了阿树发火的准备 却没想到这次阿树如此平静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而这一夜 阿树是坐在战马上睡的 那战马似乎通人性 整夜扶地儿卧 一动不动 第二百张攻守 两日后 猛军紧赶慢赶 终于造出了攻城气线 威夷而上 重新攻打 寻思观城 阿树显得有些提不起劲 于他而言 这一战已经没多大意思了 宋将能重新夺回恒子山寨 说明那个克军将领 以反克为主 这样一个人 站着地利堵在哪 那接下来就是 一板一眼的攻城战而已 胜败的关键 已不在他阿树的指挥能力 而在帝氏 兵力 粮草 天气等无数因素 阿树当然会攻城 也有信心攻下 寻思观城 问题是 时间 意义 探马赤军 骑袭无耻道 迂回包抄 前出剑道 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攻坚 等宋军援军一到 攻下官城 也毫无意义 带着这样的情绪 阿树一板一眼的指挥 不再暴跳如雷 也不再意气风发 忽然 碰 一具无头尸体 砸在猛军队列之中 摔在石道上 成了一滩肉泥 呀 一个正在搬运云梯的大理兵 被剑了一脸 血肉 放声尖叫 有猛族一剑射去 尽职射死了这大理兵 不许叫 继续攻城 猛军的队伍安静下来 继续进行 而横子山上 一具又一具的无头尸体砸下来 有的砸在两边的树林里 有的砸在猛军的队伍中 偶尔也砸死了一两个人 尖叫不时响起 戴青脸上难看 心想着阿树必要大目 但转头看去 竟见阿树依然冷着脸 将军 这宋将太放肆了 不然呢 阿树道 他站着横子山 又起了炮 还能不砸 我们也砸关城就是了 戴青一愣 只觉阿树像是换了一个人 这让他好不习惯 将军不怒吗 打呆战 就要有打呆战的样子 阿树淡淡道 在乌蒙不识 他怒 能威慎那些土老蛮 这是赶到我马 我就拔光你们的债子凶悍 但在无耻道 面对一个冷静很厉的宋将 再怒 只会乱了分寸 他以决议破关后 杀光那些宋人 但开口 却只是命令道 尽快攻下关城 尽快 尽快 是 将军有令 驱大理兵 土老蛮兵攻城 尽快破关 杀呀 哄 石头从猛军的炮车里 砸出 砸落在寻思关城的城楼上 碎瓦与残暮齐飞 城楼里 乌通害了一大跳 想要大叫 嘴却被堵着 呜呜 怕什么 将犯到 城还没破 你这主将慌什么 外面又是一声巨响 是守城的兵士 将城头的墓石推下去 砸出一片惨叫 城头上 抱三大喝一声 放箭 箭矢如雨 很快 就那么宽 大理兵与土老蛮俘虏们 挤得满满当当 猛军摆不开阵势 射出来的箭矢并不多 一块大石头 又从横子山上飞出 哄 的 砸在五尺道上 砸死一名猛族 把石头搬开 百夫掌海日谷下令道 猛族砸碎那大石 搬上旁边的山坡 一辆大炮车 就架设在这里 七十名猛族 用力一拉 落石如雨 又砸向关城 响起一片惨乎 横子山上 李侠下令 调整了炮车的角度 六十名债兵骑力一吼 又是大石砸了下去 阿树站在牛山顶上 眯着眼望着这场攻守战 戴青道 将军 关城内仅有两百余人 横子山上仅有不到百人 派士族强攻吧 阿树道 你过来 戴青走上前 啪的一声众响 阿树狠狠给了戴青一耳光 将军 翠 阿树一口弹翠在戴青脸上 老子给你 翔翔火 将军 我没说错话 阿树道 你打极了眼 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 他伸手 在戴青头盔上 重重一拍 赤道 一个千队的探马赤军 已死了三个百夫掌 损失了近两百人 为了打个横子山 寻思关城 再损失两百人 那还出无耻道做什么 那 怎么办 继续打 拿大理兵和土老蛮俘虏的命田 看看宋将是否会有指挥上的差错 李侠站在横子寨上 看着战场 心里毫无波澜 这一战到现在 只要夺回了横子山 剩下的 就真如乌通所言 借帝氏守着关城就行 无耻道本就是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地 只要防备住阿树 再以齐谋偷袭横子寨 这一战 也就这样了 只看援军还有多久到 当然 倘若援军意志不到 那拼死夺回横子山 也就失去了意义 到了 猛军攻城第三天 李侠的心思 渐渐有些沉重起来 楼虎 你过来 李侠招过楼虎 走到无人处 到 今日若援军不来 我们撤 县位 李侠望着牛寨山 缓缓道 我们拼死守横子山 寻思关城的意义 是给后方争取时间 但是若守了这么多天 援冰还不来 那再守下去 就是无意地送死 你明白吗 小人不明白 老虎道 小人只知听县位的 好 你去暗中联络 看寨兵里 有哪些人 是愿意与我们走的 我们傍晚下山 今夜 撤出寻思关 是 老虎一抱拳 转身之际 忽然愣住 县位 你看 李侠放眼看去 见到的是一面大宋军旗 正在远处的山道间 飘扬 援军来了 快下山 我们想办法 留下这只猛军 撤 牛寨山上 阿树看到那大宋军旗 一眼 迅速下令撤军 毫无拖泥带水 既然敢用齐谋 敢走险道包抄 那他在出发前 就已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撤得虽利落 他却并不慌张 不紧不慢地 把一道道命令下达 让俘虏继续攻城 把攻城气泄毁了 堵住道路 留五十名精锐埋伏 等宋军过了分水牙 纵火 断 他们的阵型 这些人战后自行回大理 做好安排 阿树回过头 深深看了横子山的方向 一眼 对他而言 这次钳子见到 并非是败了 一共也就损失了二百余人 南征路上他麾下的检员 就远超过这个数 都刻在延方沟御浮 很正常 赶走无耻道 必会遇到埋伏 宝利得月城 被埋伏也很正常 只能说明 宋将谨慎 唯一让阿树感到意外的 是 那宋将竟敢反攻横子山寨 且还真的攻下来了 这也是 唯一能让他承认 犯了错误之处 也是他认为 那宋将胆破 不同于平常人之处 打仗向我 不拘于常 阿树走上无耻道 又喃喃了一句 我记住你了 横子山 李霞也在回溯着这一掌 他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比如 在猛军到达之前 就该夺了巫通的兵权 亲自守横子山寨 甚至 在手下方口岩等险要之地 那么 这一战也许 就能顺顺利利 凭借帝势 守到常宁军来源 并不难 阿树用兵喜欢弄险 兵出无耻道 本就是为打宋军一个措手不及 只要有了防备 这支猛军的战略 也就败了 不 想到这里 李霞呼摇了摇头 意识到 自己太自负了 谁能确定 由自己守横子山 就是这种自负才是未将最忌讳的 阿树屡屡前师而越 打的就是这世间猪将的自负 忽通 岂不知横子山重要 否则何必说要撤退 但还是丢了横子山 当夜 李霞自己也没料到 横子山会丢 否则不会只增守城门 想着这些 他额头上有冷汗冒出来 他认为 这一次 是阿树给自己上了一课 打仗的第一课 李霞回头望去 只见远山间 阿树的兵马 已越走越远